2001年4月5日,王志志在对阵亚特兰大英队的比赛中首次登场。 这一年7月,王志志回国参加亚洲男篮锦标赛和第九届全运会。 当时,姚明正在迅速成长为CBA统治级任务。 在携手为中国队轻松获得亚洲冠军之后,王志志、姚明在全运会的比赛中相遇了。 为了东莞体育馆向大家转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运动会男子篮球最后一场争夺冠军的比赛。 是由解放军队从上海队进行交锋。 担任今天这场比赛的三名裁判员,王志志,有这么几个看点大家可以注意。 一个是好球,篮下偷袭,张文琪在篮下二次进攻得手。 上海队由于他不想联赛当中有两名外援,现在缺少了外援以后的上海队,这几名年轻的选手表现的怎么样? 就像赛前李秋平也介绍说,姚明肯定是在攻防当中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核心。 那在进攻当中,如果说对方对姚明防守很成功,特别大致的他的身高也达到2米12,那么其他队员发挥的如何呢,将是比赛胜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比如说,这个张文琪啊,包括最近表现不错的海瑞啊,包括刘伟的外线,如果都能够发挥,他会将解放一下这个姚明在内线的压力。 如果说姚明被判死,发挥的不尽如人意,那上海队的进攻能力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漂亮! 所以今天一开场啊,看来上海队呢,进攻的策略是以姚明在内线牵制,有机会呢,他一改过去第一局,就是第一节打不开的这个局面。 所以一上来呢,就全力相拼。 姚明在这个防区扩得比较大,上海队姚明是三名队,四名队员的加击,外面投篮,好球。 这是刘伟,在四名队员加击姚明的情况下,他很冷静地把球传到外面,上海队的防守上有了变化。 在投中以后,马上采用全场紧闭盯人防守。 好球,刘伟的两个三分球,现在是双方的比分进一步扩进。 第一节呢,其实大家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试一试。 更关键的较量在第二和第三节。 好球。 三秒打一个,看看这怎么打。 投了。 好球。 这是姚明漂亮的赛事。 第一节比赛结束是28比21。 自己的队获得更多的罚球机会。 机会来了,好球。 姚明跟他摔倒以后,马上在内线接球转身一个强力的扣篮。 孙政,你说你觉得这个李秋平这事怎么想的? 也可能他还是考虑到王志志现在在坚在场下。 对。 我进军的号角了,因为这个阵势是完全是为了去得分的。 李南和刘宇栋同时上场,这种情况很少见到。 但这两个人一个有半截篮,一个有三分,高水准多拿分。 那现在我看上海队在防守王志志这个环节上呢,有所变化。 那实际上轻易不赶给姚明,因为后面大支扛着。 好球。 所以姚明现在日趋成熟就表现了这里。 控球后卫现在没有起到作用,看看大支这个三分。 好球。 好球。 只要有这一个空档,姚明接球以后,马上就是大力灌篮。 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了。 对。 现在上海队还落后三分,五十五比五十。 本来是比分只有三分差距,掌握球权,只有一下。 好球。 好球。 姚明冲向篮球,再次大力灌篮。 机会。 张文奇机会,看能不能有三分。 三分。 摩持天,七秒。 李可没有篮,所以不敢投,看看范冰。 三,二,三,二。 好球。 大志志即时地切到内线。 现在王沛教练看来又要换人了。 现在是李南和周欣欣。 好球。 姚明在大志志的面前大力扣篮。 在今天的比赛刚刚已经不下五次了。 姚明和王志志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在全运会上。 1997年第八戒。 因为他三个老队员不能同时上场,只能有两个上场。 好球。 王志志确实发挥的非常稳定。 而且拉到外围,你这个姚明不敢轻易地出来。 对。 而且姚明的脚步也跟不上。 差距。 现在五分。 88比83。 好,五分的差距。 姚明硬打了。 非得供下两分,硬打。 好球。 看谁谁了。 两分算,吹王志志。 回味的,先来看姚明立的发球。 又是一分。 88比86。 刚才他这一下硬持得了三分,而且造成王志志的一个犯规。 对,这个控制的非常勾勉,控制的非常勾勉。 看起来。 刘宇栋,刘宇栋在投。 奖! 这个球算,这个球算,刚刚就算。 随着罗成响,老将刘宇栋在关键时刻,一个非常漂亮的三分球,帮助启航军队91比88,上了上海队。 这个球算,这个球算,这个球算。